小猴子的头卡在了树叉里 猴妈用力全力往外拉 甚至呢还蹬嘴发力 他相信大力出奇迹 但是呢根本没用 小猴子疼得一直叫 积极败败的猴妈 竟然开始攻击前来帮忙的游客 猴妈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办 不停地调整指使 伸拉硬转 小猴子的惨交不绝于二 我说妈妈 你要不让我自己试一下吧 猴妈一松手 小猴子准备往上爬了 猴妈一把又给拉了下来 结果呢在猴妈的帮助下 越卡越停 小猴子也够了 他上了这样的妈妈 我去我还不信转不下来了 猴妈再次蹬嘴发力 感觉再这样下去 头就被磁断了 我说妈妈你别转了 还是让我夹着吧 这样我还能抓活一会儿 但是呢猴妈并没打算放弃 继续生了安硬转 小猴子变得蛮美疯疯 哎算了吧 还是我自己来吧 我去和他一样 下面的猴子也别卡住了 被困的方式更奇葩 小猴子不知从他捡到一个依拉罐 把依拉罐当成了宝贝 大口浅时残留了饮料 完全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结果然舔上瘾了 把头整个钻到了里面 这下好了拔不出来了 宿主眼前一黑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断的调整姿势 还是不能把一拉罐取下来 急着在树上爬来爬去 看着十分危险 来回摸索了半天 最终呢还是从树上吊了下来 来到地面就像个无头上瘾 到处乱撞 但是一读着造型 也吸引来了其他猴子 哎我说兄弟 你这造型挺别致啊 从哪弄来的帽子 别说你戴起来还挺好看 周围的猴子看得羡慕不已 不断霸拉的一拉罐 结果然还真被霸了下来 从后光明的小猴子 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马马寻求安慰 不得不说这虎妈也是新的 儿子不见了也不着急 你可长点心吗